先说明一下,这个我也是第一次看到,城市小数据,购买福州这300个小区的人大亏,福州这300个小区价跌惨,从数据来看,跌幅最大的是翠元新庄,售价只有5572元每平方米, 看着别人家的房子在升职赚钱,而自家的房子在贬值赔钱,想想心里就不是滋味啊,他这个说的到底是,是不是有点夸张啊,现在还有多少人的房子是在升职赚钱的,我们点开这个表格,拿大来看一下,因为太小了,看不到, 这个是平潭,翠元新庄,跌幅,户的28.08%,平潭的金阳小区,跌了25%, 然后是残热的,这个是强的,这个是强的,看不算清楚, 这个跌的是多少呢,下架明珠花园,跌了21.24%,百分之21.24%, 閩喉藍玉的兩圓區安置房跌了20.73% 這個都算偏的,我們看看找一個相對比較 算成二黃以內的 看看這裡有一個上山路福建省外貿技術學院宿舍跌了16.45% 這個華陵路,華陵路這個就很中心的 華陵路省偉組織部宿舍跌了15.26% 省偉組織部的宿舍跌了這麼多 六一南路信平路郵電局單位宿舍跌了14.85% 好多五一廣場,這個都是相當市中心的 福建省機械科學研究院跌了13.57% 這個真的還有很多不依念 這個可以說明 福州的房價 正在挑戰更低 歡迎大家快速的把這個視頻分享出去 也希望為了自己資產保值真實的夥伴 如果有什麼想法 可以在視頻下方的評論區給我留言 我們交流一下 因為我覺得以我的經驗在當下 我們如何對自己的資產進行保值與增值 我還是有一定經驗可以分享給大家 謝謝大家 再見